大历史讲堂第88集 我们要谈台湾道 台湾道是一种行政的组织 但是不是一个行政的辖区 在清政府底下设立了福建省 福建省底下又设立了台湾府 所以台湾正式成为一个行政辖区的名字 就是从清朝开始 台湾府最高的长官当然叫知府 可是因为当时台湾还在开发的阶段 移民人数众多 但是整体人口少土地 芳芜有待开墾的地方很多 所以治安问题就成为很严重的问题 再加上外有海盗内有土匪 的确是要把这一片芳芜之地开垦成快乐家园 清政府可以说费心费力 他于是在福建省政府跟台湾府之间 设立了一个派出的机关 叫做台湾道 在清政府的制度里面道 这个行政层级 他不是一个行政辖区 而是福建省的派出机关 所以他经常会叫做分巡台湾道 就福建分巡台湾道 是这样来的 分巡就是指派出机关的意思 也就是由福建省的巡抚 因为当时整个清朝的制度巡抚就相当于省长 所以福建省的巡抚 有分巡台湾道 所以整体叫福建分巡台湾道 是这样来的 这个道有人的官员 长官有人叫道人 有人叫道台 那不管如何 在正式官方名词里面 通一下指的是台湾道的长官 台湾道的首长 那为什么叫做兵被道 因为在1684年5月27号 康熙房地正式下令在台湾成立台湾服 就把厦门 澎湖跟台湾岛 这三个地方 同时化成一个军事的警备区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由厦门船到澎湖 澎湖的船到台湾 这样来来去去 要控制好台湾海峡上的治安 所以必须把厦门 澎湖跟台湾 当作同一个军事警备区来处理 因此才会把它称作兵被道 就是这个不是一般的 一个行政层级的道 它同时有军事警备的功能 所以称作兵被道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文献上 称作台湾兵被道 就是这么来的 那全文就会写成 福建分巡 这个台湾兵被道 就是具有的军事警备的功能 可是因为跟厦门绑在一起 所以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叫福建分巡 台湾厦门兵被道 就厦门的地区 尤其是古浪雨跟澎湖跟台湾 当作同一个兵被道底下来管 也就是这一块区域有巡抚 那么把职权划分给台湾道 来执行 所以台湾本来最早的时候 在福建有一个叫做福建巡海道 福建巡海道就是负责福建沿海的一个 警备的守备的工作 叫福建巡海道 就把它改制 改制成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被道 那它的办公处所不在台湾 仍然在厦门 因为厦门当时可以说是福建省最大的港口 所以我们只能说 它这个派出机关最早的是在厦门上班的 那除了这个台湾厦门道之外 它还有福宁道 还有这个严建少道 还有兴群勇道 还有丁章龙道 所以福建分巡的派出机关有好几个道 那兵被道 这个后来台湾厦门兵被道 虽然办公处所设在厦门 可是他必须要有半年在厦门办公 另外半年在台湾岛的台南办公 那这个兵被道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手下有四艘的战船 然后有士兵360名 这规模不算大 康熙皇帝就任命啊 这个东北人 一个沈阳人叫周昌 来担任台湾厦门兵被道的首任的道员 这个道员的位阶 当然比巡府低 但是比台湾府的支府来得高 所以兵被道 它是虽然是有军事警备的任务 不过它基本上呢 是军政合一 有时候它还会监管科举考试 有时候会管内政经济 有时候还管什么 军政合一 它是属于文官 所以它是正视品 正视品的文官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说 治理台湾的最高官员 比这个台湾府还高一级 对于这个兵被道的设立 最重要问题 就处理台湾海峡的海盗问题 那因为在厦门 台湾两边都有派这个兵员来所谓 兵被道 因为它本身有四条船 所以它很方便的来往台海的两岸 所以因此呢 很多的职务就由它坚韧来做 坚韧来做 比如说有时候 它会坚一个职务叫 暗查史贤 就是暗查史贤 福建分寻台湾下门兵被道 为什么加个暗查史贤 就是它有了司法监察的功能 所以它有司法功能 就会加个暗查史贤 就挂这个头衔 那有时候会有个不证史贤 不证史贤 就是说它有监管财政租税等内政问题 那有时候会挂一个学政史贤 就是会担负着负责科举跟教育的工作 所以每一次你看到福建分寻台湾厦门兵被道 它经常会有暗查史贤 挂在前面学政史贤 或者是这个部政史贤 有挂上去的话头衔看得很长 其实就是兵被道兼有什么样的职权 在台湾厦门兵被道 就是同时管台湾管厦门 总共有派了17个道员 第一任刚才我们讲过 是沈阳人周昌 第二任叫王孝忠 这个人很好玩 他整天重信佛法 而且把那个郑成功政经史贤 有关于郑克璋跟郑克爽 两个人争全力 然后在台南的董太夫人的住家 叫北园别树 北园的地方发动东宁政变 然后杀害了郑克璋 郑克爽就因此而接任 严平俊王的位置 他就把这个北园的地方 改成现在台南的开园寺 因为他笃信佛教 所以就创办了开园寺 而且用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房子 但是他虽然重信佛法 后来因为贪污被革止 第三任的台湾道的道员 叫做高拱前 他重修了台湾辅制 第四任叫做常光玉 他经常被称为常青天 因为他办事非常的公正联名 第八任最有名的叫陈斌 陈斌他是非常能干 又非常青年的一个台湾道的道员 他被康熙皇帝称叫战役怎么样 他说陈斌居官慎优 超所及清 正义见有清官 如依者正时未见 他说康熙皇帝看过很多清官 像陈斌这么样的清年的官员 他还没看过 既从古清官 亦未见有如依者 即使是古代 也没看过这么清年的官员 这是康熙皇帝对陈斌的战役 第十任叫王征 就是一个大贪官 他因为各种贪污 所以引爆了朱衣贵事件 在康熙晚年引爆了朱衣贵事件 就台南地方的一个暴动事件 我们改天再谈 所以王征因此被处斩 第十一任的叫做梁文轩 他因为隐匿的这个朱衣贵事件 而且还率先朱衣贵事件的时候 没有防守台南城 还吸一卷 这个逃往澎湖 也被处斩 所以有两任的台湾道 被清朝的皇帝给处斩 就是康熙皇帝 第十七任吴昌座 他因为当时在台湾中部 发生了古宗事件 就是原住民的一个暴动事件 我们未来会谈 他是一个日月潭地方的少族的头目 被吴昌座擒杀 到了1727年 这个厦门跟台湾就不派同一个道员来管 也就厦门道归厦门道 台湾道归台湾道 所以这个时候 就设立叫什么 福建分寻台湾道 这时候没有兵被道 那也没有厦门 所以单纯的 因为当时台湾的人口多了 所以要专心处理台湾的问题 那在台南设立办公室 不是原来的办公室 在厦门这种情形 但是呢 没有兵被的实权 那能然由这个吴昌座 来续任福建分寻台湾道 福建分寻台湾道 总共有25个道员 那第六任叫尼向凯 他因为引发了大甲西涉事件 后来被革职 第九任 这个尹四良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官员 他著作了叫台湾志略 那这本资料呢 他目前还是台湾岛的重要史料 第十任的官员叫刘良璧 那因为处理台湾社会里面 发生了分类械斗 那么有功劳 功劳被认为很大 第十五任叫方邦基 也很能干 第十八任德文是一个满族的官员 却是一个大贪官 那这位德文曾经收受红楼梦作者 曹雪芹的爸爸的汇款 所以被革职 但是这个事件也引发了曹雪芹的家产被没收 第十九任叫杨景树 那因为推动平埔族 原住民汉化改姓 有相当的成绩 第21任叫余文宜 他镇压了一个叫黄教事件 未来我们提到 第23任叫齐宠阁 齐宠阁也跟陈斌一样 被认为台湾岛上两个非常清廉又能干的官吏 叫齐宠阁 1767年 这个时候台湾这个道又被赋予兵备权 所以又改成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 本来没有兵备两个字 那这个时候就是等于台湾岛的警备司令 这个他底下的士兵就增加到了八千名 也表示说当时台湾社会跟移民的人口 已经大幅增加到 需要用八千名的兵员来处理 那有这个台湾分巡 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 总共有十九任的这个倒台 有四任已经曾经担任过 这个福建分巡台湾道 第九任叫蒋元书 叫蒋元书 号称台湾岛的三蒋之一 蒋元书非常清廉能干 而且有政绩 所以他卸论了以后呢 还被很多的台湾的民众 把他立一个祠堂来祭拜 那这个祠堂在哪里呢 就是现在台南市的三观大地庙 三观大地庙 这个关联卸论以后被民众 盖庙来对表达对他的怀念 在台湾岛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蒋元书是可能是第一个 陈斌后来也有被这个在庙宇里面 特别设立神像来祭拜 第十二任叫苏泰 他因为处理张权械斗不利 被清皇帝给割止 所以第十三任叫穆荷兰 也因为处理张权械斗不利 也被割止 有很多这个台湾的死学者啊 都胡扯 他们说清政府啊 故意要放纵台湾的汉族啊 张权械斗 张州人跟泉州人啊 打来打去 那村庄打来打去 这样很方便统治 这些说法都是胡扯 因为清政府啊 最头痛的就是这个事情 因为张权械斗啊 几乎就是从福建的一个地方不良文化 转移到台湾 而且台湾这个移民社会刚开始啊 他的社会结构不稳定 所以因此张权械斗为了争夺资源 就变得更加的鸡肋 那你看两任的一个兵被盗 都因为处理张权械斗不利 被盗职了 你还说清政府不关心这个 放纵这个 这个道理都说不通的 第十六任叫孙景碎 因为在林爽文事件的时候 因为镇守台南而镇王殉职 第十八任叫做杨廷礼 也非常的能干的一个官员 他因为开发宜兰有功 现在在宜兰市里面的 马祖庙里面还立有他的神像 到了1791年 1791年 福建分巡台湾兵被盗 就开始有了司法监察权 就升格为暗查史贤 福建暗查史贤 分巡台湾兵被盗 所以到这个头衔总共有55位 有其中第十三任叫做米奇遇 第二十八任叫邓传安 第三十一任叫刘洪敖 第三三任叫熊一本 第三七任叫童补年 第三十九任叫徐中干 这几个政绩都非常的好 被认为非常能干的官员 第三十五任叫姚寅 他写有台北道理记 也为我们留下当时的很多的记录 第四十二任叫孔昭惠 孔昭惠是孔子 这个第七十一代的孙子 他在戴朝春事件的时候 他镇守彰化 然后在戴朝春攻击彰化现成的时候 孔昭辞兵败 服毒自杀于孔庙 第四十三任叫洪义称 洪义称他镇压的戴朝春事件有功 可是后来积劳成举去世 第四十五任叫丁约健 他最后斩杀了戴朝春 但是镇压手段太过残酷 被清朝政府处罚 然后这个第四十六任 吴大廷有发生罗发号事件 就是有一部电视剧 叫斯卡罗里面演的事件 叫罗发号事件 第五十二任下线轮 就发生了牡丹舍事件 就是日本派军队来到台湾 来攻打原住民的事件 第五十五任叫刘敖 他左手兴建台北城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台北的什么北门 东门脚南门 这些城墙城楼 就是刘敖时代所兴建的 但是因为他跟刘明船不合 最后被贬到黑龙江而去世 这五十五位都是有暗查死贤 分寻台湾兵被盗 大体上大部分都是又青年又能干的 所以有人说 清政府派到的台湾的官员都贪污腐败 那个都是一些台湾史学者受到日本的影响 其实日本人派到台湾的官员是 人人都是贪官污吏 而且他贪官污吏是一个系统性的贪污 直接从公家财产整批搬走了 他不一定是跟老百姓手红包的那一种贪污的形态 1885年 这个台湾岛就是脱离福建省政府的管辖 单独建省 所以台湾福就升格为福建台湾省 注意到台湾省只是我们简称的名字 它的官方的名字叫福建台湾省 那为什么这么奇怪加一个呢 其实它同一时间新疆也升格为省 但是当时新疆省的官方名字叫甘肃新疆省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台湾即使建省了以后 还要福建财政的帮助 新疆建省了以后也要甘肃财政的帮助 所以按查史分巡台湾兵被盗 就成为福建台湾省新设巡抚 这个底下的道员 而不再是凌驾于台湾府之上的官员 那而且他也就不再坚任什么布正石啊 也不再坚任什么兵被盗啦 那这个台湾巡抚呢 共有四个就是流明船 台湾省的巡抚流明船 第一个沈应奎代理的 第二个邵友莲第三个 最后一个叫唐景松 我们未来会提到 所以在这个 其实在台湾道之外 还有个国防官员 军事官员叫总兵 总兵的位阶更高了 他负责防卫台湾岛 他底下把台湾岛分成五个防区 比如台南浮城 还有安平港 浮城是浮城 安平港是安平港 还有南路 这个北路 还有澎湖分别 这个台湾社会 因为移民越来越多 有点的行政管辖权 无法安定社会 所以需要更多的军事人员 那这位对作为一个边疆来讲的话 这个内有移民分类卸动 外有这个汉族跟原住民的冲突 再加上海上有海盗 所以这个整个治理成本 对清朝来讲 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 但这个总督啊 辖下的冰原啊 台湾的总兵所辖下的冰原 可能是中国在各地的总兵所管的最多的 这个总兵的位阶其实是蛮高的哦 因为依照这个当时清代中国的地方文官 是总督最大 比如说福建总督或者敏浙总督 总督底下有巡抚 巡抚底下有道元 就刚刚的台湾道 再来支付 支付底下还有同支 同支底下有通判 通判底下有支县 所以总督是从一品或二品的 巡抚是正二品或从二品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阶 我们就不细俗了 所以治理台湾第一号官联 叫敏浙总督 接下来福建巡抚 在台湾道元 在台湾支付 那再下来是淡水同支 那再来台东直立州 叫支州 澎湖厅叫通判 凤山叫支县 所以同支的意思就是跟支付一样高 同样的支付的位阶 不过五官就不一样了 提督是最高的从一品 总兵是正二品 所以我们讲台湾岛的总兵是正二品 他比甚至于比这个巡抚 一样高或者比巡抚高 虽然只是台湾的总兵 这样子的一个位阶 那不过总兵在实行职权呢 却要受到台湾道的道元的制约 这是这个清朝以文字武的一个制度 台湾的在清朝总共有115位总兵 第一位最有名的总兵叫杨文奎 那其他的有什么欧阳凯 蓝亭真 或者蓝亭真也在开发台湾岛很有帮助 等等 所以有很多人 其中有一个总兵叫陈林美 陈林美 他是台南人 他右名叫陈游 他非常著名的处理了海盗的问题 那所以他过世的时候 被台南地区的这个乡民 把他视为镇海大元帅 镇海大元帅 那就在台南的四朝大众庙 盖了一个大众庙 当作主神 讲的就是陈游 那以上我们讲的是台湾道这个制度 在清朝的状况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 谢谢